敲点转回国内 继续来跟进蒙面狂徒 闯入柔佛乌鲁地南警局 杀死两名警员的案件进展 柔佛总警长古马证实 目前警方仍然扣押这七个人 协助调查案件 柔佛总警长古马 今早发文告指出 目前这一宗案件调查程序 仍然如火如荼进行 他促请各方 给予警方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调查案件 落网的七人 包括了嫌犯的五名家属 年龄介于19到62岁 他们在乌鲁地南的住所中 遭警方一网打尽 另外两名被捕的 则是案发时在警局报案的大学生 看下来的证据 你会有什么之后 是贵职的 我们在乌鲁地南的住所 下来的证据 下来的证据